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得分上 博德的成就够高了 再说助攻 人们对于小前锋的助攻数要求并不高 但博德在助攻上取得的成绩远超人们的要求 生涯长均6.3个助攻 生涯共送出5695个助攻 在NBA历史助攻榜上 博德排在第42位 在博德身后 有许多我们熟知的空位 如麦克·币·币·杰森·威廉·姆森 在助攻这方面 博德的成绩超过很多后博 博德的助攻能力也很强 再看篮板方面 博德生涯场均10个篮板 场均两个前场篮板 作为小前锋 这个数据也很出色了 在NBA历史篮板榜上 博德排在第53位 排在博德之后的有克里斯维博 克里斯波神 这些内线球员的篮板数 都如不博德 我们一般认为 后卫抢转很厉害 但博德的抢转也很厉害 生涯场均1.7个抢转 生涯共1556个抢转 排在NBA历史抢转榜第37位 同样比很多后卫 球员的抢转数多 在这四项基础数据上 博德的表现都很拔尖 排名皆在50名之内 称博德全面是理所当然的了 博德的厉害不仅体现在基础数据上 他的投篮也是非常厉害 射程达到三分线 在各个位置 博德都可投进 哪怕是副角度也可以扔进 看博德的投篮极紧 就可了解这点 在投篮数据上 博德两次入选180俱乐部 就是两分球命中率 53分球命中率 40%罚球命中率 90% 能够做到这点的球员可不多 尤其是作为主力球员 而博德做到了两次 可见博德射数至今 而且博德是在右手中止 无法弯到90度 也没法完全伸直的情况下 投出这个成绩的 如果博德的手是健康的 那博德将取得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博德这个人不仅球技厉害 嘴上更是不饶人 被称为垃圾的校库 许多巨星都被博德喷过垃圾话 如人类电影精华 多米尼斯威尔金斯 就被博德说过 你甚至都不属于这个联盟 博德对别人喷垃圾话 当然也被别人喷过 但博德每次都能用镜球来回应 这让人对博德的垃圾话也无可耐破 博德在NBA征战13年 留下太多精彩时刻 导演一至三翻盘 助球队时隔六年再夺冠 NBA在70年代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在1979年的NBA总决赛上 受到的关注度还不如NCAA的决赛 而NCAA决赛的两大主角 正是埃尔文约翰逊与拉里博德 两人也是先后进入了联盟 约翰逊出道的首个赛季 就帮助无人夺冠 拉里博德自然也不甘示弱 80-81赛季常规赛 博德生涯第一次 以首发的身份进入全明星 并且勇夺全明星赛MVP 常规赛结束后 又入选最佳阵容 第一阵容 此刻的博德星光闪耀 但真正的舞台在季后赛 因为季后赛才是成名的舞台 79-80赛季凯尔特人队杀尽了季后赛 但在东部决赛中败给了76人队 在80-81赛季凯尔特人队成功补强球队 探夸秀的位置选中了迈克海尔 这让凯尔特人队实力大增 信心也很足 东部决赛中 他们再次遇到76人队 前四战打完 比分超乎凯尔特人队上下的想象 他们1比3落后 距离被淘汰了 只差一场比赛了 这时 需要球员站出来了 博德在第五战 站了出来 虽然这时的博德 还是一个二年级球员 但博德的心脏够大 他表现精彩 助球队连续两场 以两分险胜 将系列赛拖入了抢7 在波士顿花园 抢7开始了 这场比赛 双方你来我往 谁也打不垮谁 在比赛快结束时 76人队领先 但博德在比赛前 完成了绝杀 最终凯尔特人队 以91比90的比分 战胜了76人队 大比分也变成4比3 凯尔特人队 逆转76人队 挺进总决赛 这波逆转锻炼了 凯尔特人队全队 让他们性侵大增 冲劲更阻 总决赛中 博德发挥十分出色 统治了比赛 场均21.9分 14个篮板6.1个助攻 2.3个强断衣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带走啊老板 你先选择 你先选择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